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立体 关于打点计时器的题目 那所谓的打点计时器就是 有固定的打点频率 每打两个点的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会配合一个等加速运动的滑车 这个滑车通常就从斜坡上滑下来 那随着它滑下来越滑越快呢 这个指带 滑车上会绑一个指带 指带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大 那指带经过的这个打点计时器的时候 打点计时器会在指带上面打点 那如果指带经过的越快呢 但是打的点的时间间隔 却是固定的情况下呢 那两个点的间距 就会随着指带的速度变快而增加 两点之间的间距呢 就会随着指带的速度变快而增加 那我们从这个测量两点的间距呢 以及打点计时器的相邻两个点的时间呢 就可以去算出这个滑车 它做等加速运动的加速度 好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介绍一个概念就是 就是 就是 在等加速运动的情况下 时段终点的顺时速度 就会等于全程的平均速度 那我们曾经说 顺时速度是 时间非常短的平均速度 那时间很短 我们也不好测量 可是呢 今天如果在等加速运动的情况下 等加速运动的情况下 那 顺时速度就可以用 全程的平均速度 来表示 那全程的平均速度 会刚好是 时段终点的 顺时速度 底下这也是证明 就是 我们可以看这个VT图 那 如果我们先看 它的平均速度的话 就是这块面积 这块面积 去除上时间 那这块面积 它是等加速运动 所以它可以带 等加速运动公式 V0t 加1 2t 平方 初速是V1 加速度A 然后时间经过了T秒 所以最后我们这个T会消掉 后面这个平方消掉一个 最后会得到 V1加1 2t 那可是呢 如果是看这个 0到T秒 的时段终点 就是2t秒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 瞬间速度 V2t 它也可以带 等加速运动公式 就是 V0加AT 只是这时候的T 是带 时段终点 而不是全程时间 V0加AT 然后V0带初速度 T带 时段终点 2分之T 那就会发现呢 这个 底下这一行呢 是时段终点的 顺时速度 可是它却跟上面这一行 全程的平均速度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两圈起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就证明了 时段终点的 顺时速度 就等于全程的 平均速度 好 那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第一小题 这个 打点计时器 他的这个实验 他要问的是 在B 这个点的 顺时速度 那我们刚刚说 在这个 时段终点 的 顺时速度 就是全程的 平均速度 那 B 这个时候 他是哪两个 他是 哪一个时段的 终点 哪一个时段的 中间点 那就是 从A到C 因为 这三个红色点 时间间隔 是一样的 A到B 经过时间T B到C 经过时间T 所以他 在A的时候 是0秒 在B的时候 是T秒 在C的时候 2T秒 所以B就是 A到C 时间的 终点 就是在B 所以 我们就可以算全程的 平均速度 也就是 A走到C 所走的位移 去除上时间 A走到C 所走的位移 去除上时间 就会得到 平均 速度 就会刚好是 时段终点的 瞬间速度 那 这里写清楚一点 A到C 的位移 就是 我们写 S A到C 然后 除上时间 A到C 那结果就是 X1加X2 去除上 2倍的T 所以 这个就是 第一小题的答案 这个就是 B点的 B点的 瞬时速度 好 那再来呢 又有另外一个 关系是 可以 可以从这个 子带实验 看出 滑车的加速度 那就像 底下这里 证明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位移 X1 它就可以表达为 V0T 加2t 加2t 平方 这个0代表的是 A点的 这个 瞬间速度 然后呢 如果从0 开始算到2t 也就是从 A走到C 总共走了 X1加X2 的位移 那这时候也可以带 V0T 加2t 平方 只是这时候 T 是从0到2t 时间是0到2t 所以 V0乘上 时间 加2t 平方 那打开 乘开之后 变成 2V0T 加2at 平方 然后我们把 上面这个式子 跟下面这个式子 做连立 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可以把V0去掉 因为 我们想要求的是 A T 题目给的T 题目给的T T可以保留 所以我们把 第一行乘以2 第一行乘以2 等号左右都乘以2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 2V0T 然后再跟 第二行去做相减 第二行就是这个 所以最后就是 这两行做相减 第二行减第三行 就得到下面这个 自己减减看 然后2V0T 2V0T就消掉了 然后2at平方 就减掉一个at平方 就剩下一个at平方 所以再把t平方 除过去左边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好 所以呢 如果是等价速度运动的 这个滑车实验呢 我们就可以用 两个位移的差 两个位移的差 第一段位移的差 跟第二段位移 跟第二段位移的差 再去除上 这两段位移的时间间隔 就是0到t 就是0到t 或是t到2t 其中一段位移的时间间隔 两段位移的差 然后去除上 经过那一段位移的时间间隔平方 这样就会得到加速度了 好那所以我们就直接带这个公式进来 所以滑车的加速度就会是 其实就是底下那个表达式 就是x2-x1去除上t平方 这就是答案 谢谢同学